宁波海淀 加上一副 一副就输给了张超 马龙输的两场好像都是输给了樊正东 好帅对乒乓球也是非常痴迷的 另外男运动员 他有一种责任感 就是说他 不一定非要打主力 但是他只要打职业联赛 他的各方面的保障 收入都会非常高 那好帅也是做了父亲 也有孩子 所以有了家庭之后 他们的打球 他们的职业联赛一是心态更平和 第二个他的责任性更强 不会像以前那样 可能输一场球比较随便 会改变他们 多年以来 就是说他们的一些 思维方式 或者他们在场上的一些 处理问题的一些办法 以前可能很消极 现在就平淡了 对以前你看好帅打球 有的时候他要输的时候 就显得人很毛躁 很慌 但是你看现在好帅打球 输赢都是很平稳的一种情绪 没错现在有娃了 有更多的这种父亲的感觉 而且他们对球的理解 我觉得可能也升华了 有的人到了一个节点的时候 他就会升华 好观众朋友们 我们继续为您带来 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联赛 这是第一阶段第17轮的比赛 山东鲁能对宁波海天 好帅在球的细腻程度上 和控制上 和一些小球的处理上 其实并不一定比马龙差很多 可能在 比如说发力 或者说是在衔接上 可能还是差了一些 另外球的质量我想 从年龄 从这个 这个时代感上 对 可能也会稍微 畢竟是两个时代 两个时代的选手 一个是当年的六小龙 一个是 张继科和马龙的一个时代的选手 但是这么多年来 好帅对冰方球的追求 我觉得值得每一个喜欢冰方球的观众和爱好者尊敬它 好帅的球 有的时候 它欠缺一点 它的 沙板的一些球 是 它动作比较小 好帅 但是球就像林强刚才给大家介绍 非常细腻 甚至比女运动人一些球还要细腻 它的控制台内短球 但是马龙呢 如果拉开了阵势 拼实力 拼质量 对 硬碰硬的一些 这个大路球 杀伤力 都要好于这个好帅 都要好帅 他们俩因为差着一个时代呢 是吧 对 他好帅要想有所作为的话 必须把球打得更细 比马龙还要细 在落点上和线路上一定要控制住马龙 不漂亮 这个球我们看到马龙的这种 对 这就是一代的差距 像好帅那个年代的选手 处理这种反手球的话 没有这种球 一般是有过度 对 先拉上台 而到了张继和马龙和樊振东这个时代 樊振东更先进了 就是全台发力 反手的一个快速的反抽 对 暂时了 对 卡丽瑞飞予的球 常规的球 浩瑟在揭发球上判断的非常准确 反手直接进行拉直线的一个强攻 现在看来第一局马龙还真不上风 对 我觉得感觉马龙好像人整个没有进入状态 再一个马龙在前几板球上面的处理 还是不要总想板板发力 因为你来不及发力的时候 你需要相识 需要缓冲 需要以落点 你要跟上好帅的这种速度 但是他板板想抽手 失误多了一些 你前几板球还是被好帅 对 好帅看的是比较紧的 碰着过 对 像好帅先胜了第一局 有的时候冰超联赛毕竟不同于世锦赛或者世界杯这种比赛 这是一个很漫长的战线 你不可能要求一个队员总是拿出世锦赛决赛或者半决赛那个状态来打每一场比赛 它也是一个自我调整和自我释放的一个过程 其实有一场对于樊赛东可能输了这一场球 可能是一个完全的释放 可能有利于他们下一阶段冲击一下冠军也是有可能的 如果老背着连胜的包袱 我觉得可能自己打的也是缩手缩脚 不过他打到这个27连胜了 他自己其实到最后我觉得也有一些麻木感 因为他每一场都要赢 一上场就要赢 一上场就要赢 一上场就成立会有一种机械化的感觉 好我们接着来看马龙好帅的第二局 好球 我想现在马龙首先需要找到的是打左手的一些调动的一些线路 因为好帅他的右方位 他的反手位 就是在他身前的球 他现在控制处理衔接都不错 但是如果你把好帅调动开了 特别是好帅的正手大角度 对 这样的话呢 他才能把速度放下来 对 三分里头现在有两分是马龙的拉球失误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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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了 今天我覺得好帥 他的這個球 確實各方面質量都不低 是 他球並不軟 對 前擊板上手 前擊板的控制 以及相持的這種 硬性的一些實力球 還是馬文智 你主動吃一派都要了一點 好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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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必然的 肯定是有這個境界的 對 你說一千到一萬 但是你沒拿著 你說我練得多苦 我的球有多好 總是缺那一點點那種 對 就叫境界 對 上了境界 現在我相信馬龍 對 他對比賽的控制 應該還是有自己的事情 和把握 對 包括他今天我們原來期待 他和張基柯能夠上演科隆大戰 實際上我當時我也考慮到這個問題 就是他如果和張基柯碰到相遇之後 他肯定比以往要打的釋懷的多 對 就是說心態心理完全平衡了 對 他不需要再去靠贏張基柯來證明什麼 沒錯 他已經拿到了世界錦標賽的彈打冠軍 對 漂亮 這球攻勢比較伶俐 這個球他整個身體的發力是非常能力的 能夠合到一塊去的大家看到 對 銜接非常快 另外他手腕在引拍的時候 他是有點往裡勾的 所以他的旋轉 這個手腕的力量以及前臂的力量 對 都發得很 非常實 很足很實在 看馬龍的比賽真的是一種享受 他打球比較輕盈 對 不費勁 你不覺得咬牙切齒的 是 發足多少勁 他不太吃力 那我想這個也和馬龍啊 就開始談到這種刻苦的訓練積累有很大的關係 所以你平時練得多練得苦了 你到比賽你就不吃力了 是的 你平時不努力到比賽的時候你腿沉 腳沉 然後就腿重 手揮不動 一緊張一硬 是 整個動作全跟麻花一樣 對 全擰了 他這不會 因為他已經是 有這個能量 有這個積累 這幾個球啊 馬龍的突襲底線長球 好帥這個球 確實這個變化的 很及時 很 漂亮 確實讓我看得特別的揚眼 特別過癮 幾個球打的我覺得馬龍的出手啊 給人一種自信 清爽乾淨啊 動作 對有點這個球打的有點出神入化的感覺 手道親來 並且他的這個這個 球整個這種流暢性啊 對 特別到位 就是說明馬龍打球是 非常算計的選手 他每一板每一板的銜接 他都算到了幾點 所以才能打得如此流暢 馬龍的這種變化和靈巧 這是公認的 就好像很多選手都說 發動都是馬龍發動得特別早 而且變化在前 他的開場都特別棒 對 我覺得他是世界上所有的球員當中 打開賽 開局啊 是 打開頭 馬龍是發動最快的一位選手 對 他拼超聯賽截至到前16輪 目前這個排名情況呢 就是寧波海天 馬龍這個隊伍14勝二负 排在第一位 第二位是八一大商 就是樊振東周宇這個隊伍 十三勝三负 第三位呢 是山東魯能 十二勝四负 第四位 就是山東魏橋創業 梁靖昆 這個球隊 也就是說 這四支隊伍基本上 穩進四強 能夠到 打到這個 第二階段的賽會制 淘汰賽 對 但是山東魏橋 現在有一個問題就是 波爾已經離隊了 波爾將不參加第二階段的比賽 他們的整體勢力可能會 稍微下降一點點 尤其是在雙打上 他們排在第五位的就是 許欣 對 尚昆這個隊伍 可惜了 可惜了 他才八勝八负 現在要進四強是不可能了 對 因為他們落後第四名 兩個勝場 而第四名正好是賽季中 雙殺他們的山東魏橋 所以他即使追平了比分 通過計算小神 他們也無緣四強 這顯然從第二局的後半階段 已經開啟 進入了馬龍的模式 好帥顯得就是很被動的這個球 哎呀 削一板 切短 哎呀 漂亮 這球是馬龍啊 大翼 掉以輕心了 其實他在主動進攻的時候 這個放短是沒有必要的 估計他可能沒有想到好事還能跑上了 以前看馬龍打球吧 有一個就是比較讓人擔心的地方 他打球在一些在經常在一些比賽中 因為他輸的比賽 突然會因為一個球的處理不好 造成了他下面的比賽 整個就混亂了 有很多次的比賽會出現這種情況 我想馬龍成熟的那個點應該是在全運會 全運會對王浩那場半決賽 現在看馬龍打球啊 確實比以前要感覺到厚重 以前他也打主力 我記得多次這個世錦賽 大賽的團體決賽 他也上場 但是他一上上 給人的一種感覺就是 球顯得就是稚嫩 對 球比較輕 力量不是 質量不是很足 但是現在他的每一板球的 這種分量厚重性 跟以前有很大的這個 進步 人成熟了 球也成熟了 再說可能也到火候了 對 有時候你這個 十年磨一箭嘛 你到九年的時候你還不行呢 對 這一箭已經磨出來了 現在是 世錦賽是十年磨一箭 現在就是仗箭走天涯了 好帥 好帥的最大一個問題 就是他反手的底線球 接馬龍的這個偷襲的球 他處理的不好 不好 往往高水平就是這樣 抓細節 你一個環節 如果你處理不好 我始終圍繞這一個環節 對 馬龍你看他第二個發球 偷襲不再發了吧 對 等到你看比分 如果好帥追上兩 他馬上再發 到最後還是贏在這個環節上 因為馬龍他已經找到了 對方的破綻 找到突破口了 對 他認為他破不了這球 漂亮 你看好帥的球 就沒有這種強烈的反拉 反帶 都是很輕巧的一帶 把落點線路一帶出來 但是這種球有的時候 也很輕盈打的 好帥還是很能咬 嗯 看馬龍這個反手 底線長球 什麼時候用 對 看看這個球 會不會再發一個 我覺得可能不會 應該放在再危急的時刻 是吧 再往後放一放 過了 這種球就沒有 這個球馬龍是 手是很有把握的 就是這種球 沒有什麼質量拉起來 就等於送到人手上 對馬龍非常 願意拉這種球 很舒服 他上一球的這個反拉 能力很強 上一球反拉能力很強 把握性很大 對 這個球也是 其實他第二個 該偷一下 對 第一個不偷是對的 底線長球 是吧 他這個反拉他發 正 短球剛剛出台 馬龍一拉 那個誰 對方 好帥一拉的話 他這個球也是 把握性很大 對 另外第二個球 他應該狠一點 偷一個底線長球 對 因為好帥已經防著 你看好帥明顯是防著他那個 底線長的 不是 就防著他再發第二個 還是發他的正守衛 他有準備了 不如這個時候發一個長的 猶豫 這球明顯猶豫 就在中間位的時候 好帥是一個逆向旋轉 這個球必須要把派行撇過來 把位置讓出來 好帥 東陽科教練的心態還是很放鬆的 畢竟這個不是一個事關前四名的爭奪 嗯 現在爭奪的 他們之間爭奪的是一個位置 如果 山東武能贏了 他們有望進一步 能爭取到前兩名 如果爭取到前兩名 就可以挑對手 對 他肯定會挑山東衛橋 山東衛橋最弱 那得第一挑 第一挑 第一才能挑 對 第一先挑 如果寧波海田雖然是第一 但是如果這場輸了 他們有可能拿不到第一 因為他們賽季和八一大商的兩次交锋 是 3比2獲勝 1比3失利 所以他們 小分差 如果兩個隊 積分相同 那麼八一大商是第一 這個發球就非常關鍵了 這分球馬龍的接逆向旋轉 逆高人膽大 這個球竟然挑了起來 其實挑短球對於橫排來講 是難度很大的 並且需要膽量 是 需要有很高的技術 因為他的台內短球 不是他最擅長的 特別是正守衛 這樣馬龍拿下了第三局 2比1頂先也好帥 是 一題 我想接下来的比赛 郝帅一定会再对马龙发起冲击 不会像后面两分球 显得只是在被动的招架 郝帅肯定要有一些 自己主动发动的进攻 肯定要凶打 他还是要上来先控制住 然后自己抢先发力 抢先调打 不和马龙形成对拉和对冲的局面 不和马龙形成对拉和对冲的局面 现在这个球对好帅来讲 还是有一定难度 你控制的不可能控制那么好 如果球稍微质量差一点 马龙就抢先的发力的撕和拧 对好帅的威脸还是比较大的 这应该是山东鲁能的小队员 山东队一直是乒乓球的男女都是强队 传统强队 现在男子有张继科 女子有李小霞 之前也出过很多具有实力的运动员 是 像现在俄罗斯的教练刘伟 刘伟 乔运平 对 刘伟 乔运平 但女队特别强 但是山东队好像也是有点生不逢时吧 基本上也就是在去年拳运会 刚拿了第一次冠军 这个球马龙的处理是特别巧妙 对 很细腻 对 它是停顿然后晚点 球已经快掉到桌子下面的时候 它在拉的时候还能够去控制这个弧线 它不是说掉高 不是下意识 它是有意识压低这个弧线球的弧线 对 把节奏给破 把好帅的节奏破坏掉 其实像这样的比赛 对于来到现场或者电视机前 正在进行从事这项运动的这些青少年朋友们 应该说对他们的触动 对他们的激励会非常大 对 只有观赏和借鉴这些高水平运动员的比赛 才会让他们成长得更快 嗯 最好是到现场亲眼目睹 是的 就像林强说的那样 现在对好事来讲像翻盘 马龙现在已经很坦然了 对 已经很 对 很稳定了 再一个鹿子都摸熟了 什么球怎么控制 它都已经彻底摸熟了 对 就是逼得好帅 想赢球就得发力 发力的就意味着你失误增加 所以像这样的比赛 我想好帅它也应该总结经验 对 就是说你在哪个环节当中 特别是前两局 是吧 你能不能脖子再凶一些 打得对方再怕一点 对 再让对方感觉到这种慌乱 站不稳 是吧 而战术的变化再多一些 不过有的时候老将 称之为老将 可能在体力上 可能精力上 可能不够 对 老将的这个 最主要的一个 弊端就是他坚持不了全场 对 他可能上来还可以 对 保持两局可以 但是你要撑到最后 这个必须需要拿出实力来 是 这局球 这场球就看 他和马龙真正的争斗 也就是一局半 大概 对 从第二局后半阶段 基本上就是马龙在控制了 好不好 他们还是要不让匆运所 但是 Gonzalez 也就是 Holly 今天 czasu 我 漫師 快可以 不要 rien 不会 摆 亩 увер 哎呀 这个球 这是机会球 这球一是脚下没有完全站稳 第二个呢 就是它的拍形啊 马龙太勾了 这球 勾得太狠了 拍形稍微撇一点 压得太狠了 这个球 想一板发力穿了 真的好帅这种精神可驾 咬劲 8比5追到8比5 而且两局都是这样 是 还有一局落后更多 追上来 而且这一局啊 就感觉好帅已经很被动了 是 很下风了 嗯 但好帅的都没有 没有放弃 我觉得这个 这就是职业运动员对于这个职业的尊重 另外也是呢 他对于这个自己的一种要求 是 他只有这种能够很被动的情况下 碰到马龙这种那么顶级的选手 他还是兢兢业业 哎 如果他的能力再强那么一点点 这个球就是他得分了 前两板早该发力了 他博了就算了 对 但是他没有 没有发力 还是有想法 完了 哎 好球 今天在这个位置上他拉丢的确实很多 中间偏反守位 我感觉他人呢 太平 没有侧过来 位置抢的不好 另外拍行呢 控制的有点勾 外展的不够 就球没有拉出去 你看球还扑一下就往下掉了 对 往前走的不够 这个是能力的体现 马龙最后一板球 是两个大力的这种进攻 对 可以说是全台发力 嗯 并且看上去呢 这个球马龙是已经准备多时了 这样双方呢 在前四盘的单打当中呢 就打成了2比2 马龙是3比1 战胜了老将山东鲁龙的好帅 那第五盘的单打 是林高远对张超 我们一起来看看双方的第五盘 第五盘呢 也是同样采取三局两胜制 决胜局七分制 这边是三局的一面 来看看双方的内容 现在的内容有一个大量的 对方的内容 是一切的 还是一切的 那边有一个大量的 就是现在因为 是一切的 的东西 就是在一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